我是Andy 请听我讲草根恒者的故事 Soul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用声音导航陪着你 沛水库行山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Andy 沛水库行山来到第八集 终于我们过海来到香港岛这边了 上一集也有提示 这次介绍6个沛水库 都跟汤青蛙的路线有关 一般普通汤青蛙就不多说了 一般跑游是三个小时来可以完成的事 但我们说的汤青蛙 就是一个激进的方法 由南区的鹤嘴山 一路汤到上来东区的泊甲山 泊甲山一路汤到过来 西区摩星岭这一大地方 经过了香港岛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高山来去汤 而这些不同的高山里面 亦有一大特色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配水库 可以任你去到早休息 去到走聊一下 甚至乎你用这些配水库来做一个记号 我这次走着这么多才下次又再来过 当然Andy介绍的路线是可以好合家欢的 亦都可以带一些 一家大小来 走下横跨配水库的路段 亦都相当之轻松的 好像今天这样 Andy出发的地方 就是摩星岭 摩星岭对于一般新隔游来说 我建议最简单的方法一定是你搭任何机车去西岁去转车 如果你在九龙区住更简单 搭904或者你搭971就会好很多了 我强烈建议我们过海街搭971号巴士 在芝加哥大海的位置下车 然后就走上摩星岭镜 我们到第一个的配水库就是摩星岭配水库的临时花园 其实上这个临时花园 走一条路也是很简单的 其实就沿着摩星岭镜 一路走一条长命斜行大概10至15分钟 就会上到来摩星岭配水库临时花园 其实临时花园是什么玩呢 进入到去你会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地 这个配水库非常大 那个草地也很大片 还有有一条石屎铺好的一条 类似环跑径的东西 走过大概有五至六百米左右 接着没有了 这个临时花园就介绍完毕了 那是不是等于没有东西看呢 还是来个大片案呢 不是啊你不要误会 那其实这个不是大片案来的 那上到来有些什么好看呢 因为其实一般的朋友就不会上这个位置的 但多数人也都会直接走上去摩星岭炮台 因为如果是汤青蛙的话就 去完摩星岭那个标之后呢 就会走摩星岭之友的山径呢 就会跌到下去坚尼地城配水库游乐场的 是的 但Andy就不走这条路了 因为都很想就说呢 合家欢一家人一起走下去休息一下 上到来呢 摩星岭这个配水库临时花园就一个好处了 那地方够大 草地够大 可以带小朋友上来 真是可以跟他放下电 甚至乎在那里可以拍照也都很开心的 因为是整个地方配水库够大的关系呢 而且也都没有树木去遮挡 那让你能够在上面可以望望到 整个南区的一个海岸是很漂亮的 甚至乎一望远跳可以望到南丫岛 甚至乎是长洲一带的岛座也都尽收眼黏 那所以呢 这个位置也是相当之的舒服 随便你走一个圈 当门跑也好 散步也好 都可以让你有十几二分钟过的安静的时间 里面虽然说得个草地 得条门跑 其实椅子的设施都比较充足的 目测都起码有十几张椅子 可以让大家坐下 认识一下风景 如果真的遇到适合 假期上来看星星这个位置都不错的 而且也都很近日落的位置 如果你有走过的话 应该告诉你 魔星岭附近下去 海边是有一个大鲜丑的 其实这个观看上去 正正就是魔星岭配水库 临时花圆这个位置 所以呢 上来看星星都不错 不过 你要留意 看星星是可以 但是不可以在里面看的 原因是因为这个配水库临时花圆 是晚上七点钟 你说叫我上来看 你又说三七点钟 你又骗我吗 其实我真的没有找你拼的 因为在这个配水库临时花圆 外面是有一个大的凉亭 那个凉亭呢 虽然没有配水库那么高 但是望上仍然都是一望无际的一个天空 对出望出去仍然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海景 亦都很適合在晚上的时候 可以上到这个位置 去欣赏一下下美丽的夜景 除此之外呢 沿着摩星岭境呢 就继续出去了 那我们就向着这个坚尼地城配水库游乐场出发 不过呢 第二段路有一个特别的 要经两个坟墙的 不过呢 对于我们来说 经过坟墙不是一件特别的事 只不过呢 在里面来说 都走过这些马路上面 公共设施仍然保持安静 对了 这样呢 要去到坚尼地城配水库游乐场呢 对了 要经过几个坟墙的位置 其实望到呢 是会望到香港 华人基督教联会 薄傅林道坟墙 会经过一个私人的坟墙 叫做超远坟墙 还有会经过一个 叫做东华牛山二重的位置 其实来说 有些人觉得经过这么多坟地 就是大家历史吗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基本上我们经过坟墙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继续保持清洁 要保持安静 去经过这些地方的 其实这个规格 跟经过一般的山径 或者经过私人住宅区 是没有分别的 其实来说 经过这些地方 反而我们是继续去看回 以前基督教 真的在这个信仰里面 除了会关顾活人之外 其实都会关顾离世的人 好像说到我们生疗死狀 接着医疗教育方面 基督教在香港 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 以前来说 听到刚才说的东华 其实东华三远 除了真的开设了一个医院 或者安老的服务之外 亦都很熟悉的 每年也有电视台去筹款 亦都听到有疑传 其实香港也有不同的疑传 大多数以前的人 是没有钱去碾撞 放在疑传里面 甚至乎有一些是 吓死異鄉的人 真的在香港找不到人 或者根本来自远方的家人 都不知道在香港已经是过生的 私生没有人去处理的时候 是兜得这些事件机构 真的可以有个地方 让他们有个安装的位置 其实香港也有很多 这些不同的疑传和疑传 当经过了这些位置之后 Andy 终于都来到了 这个坚离地城佩帅库游乐场 这个配水库游乐场 就一大特色 就是终于有一个配水库的游乐场 是有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比较特别的 是建在配水库的外围 也都令到整个排水系统 不会直接污染到供水系统 为什么这么特别去说呢 因为其实里面的设施虽然柬楼 在南洗手间里面 但是感觉到 都有一个被人换衣的地方 因为外面其实有什么设施呢 是有两个篮球场 和一个硬地足球场的 可以让朋友们走上来 在太坚离之外 也都可以用得到 有洗手间设施 而且也都有个更衣的地方 哇 真是夸张到 是里面有了临续的设施 所以这个的 南球场满足球场的用地 也都是非常 user friendly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也都在埋扁有一个箱子 有些排队的设施 是给人去健身 也都有桌椅的设施 在这里 都方便一些人上来 真的打牙架 聊聊天 甚至胡上来 夜餐都还可以 所以在这个坚离地城的 沛水库乐乐场 就好像我们 平时在农区见到的一样 格式也是差不多的 在这个港岛的西区来说 港岛如果说是 劏青蛙 那怎么劏法呢 如果人们是喜欢 由摩星岭劏气的话 这个正正就是 在摩星岭与西高山之间的 一个路线 就会经过了有两个沛水库的 是的 其实要迫坚离地城沛水库 游浪出去的时候 最简单的方法 就要走过去 普菲路巴士总站 然后继续上回西高山 上去西高山过之后 下一站就会到山顶了 正式来说 从西区向东边一路湯过去 至于在山顶上面 其实有一个 列入了古迹的一个 配水库 那是什么配水库呢 当中有什么设施 令到这个 古迷古迹委员会呢 能够在较早的时候 将它列入为一个 古迹呢 这一切的问题 留待下一集去分解了 那这一集就跟你在西区说了这么多 下一集我们继续会由山顶出发 去和你看山顶上面的汇水库 下一集再见 拜拜